一只充满热情小身材大能量的兔子警官 和一只永远懒洋洋半搭拉着眼的痞子狐狸 偏偏在疯狂动物城里 这两个天敌的动物预设是这样的 自以为是的兔子警长追踪狐狸的头发 然后他们俩就动物界的天敌联盟在一起 看似维和的设定 收获的评价居然是 元气兔子和酷狐狸的那个搭配很猛 这对动物界国民好搭档的暖萌小细节 看过的人想必都能感受到 不过真正把所有人都萌化的 可不只是神披光环的主角 从爱吃甜甜圈的前台胖豹子 列队整齐吃爆冰的小小仓鼠 气场2米8能让一堆北极熊保镖 前呼后拥的迷你版教父 以及软萌属性差点骗过了所有观众的绵羊副市长 摸那个羊的头盾 那看那个绵毛的东西很有意思 当然如果你身边有个把看过电影的小伙伴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全场最佳笑点一定是我们反射湖超常的树懒兄 它叫闪电对吧 它速度很快 然而它那个动作实在是很呆萌 然后速度也很慢 就是形成了一种反差萌吧我觉得 我们在一个很大的急迹 我正在开门 那边特别搞笑 但是比较费时间 动物城的居民一个比一个萌 而他们居住的这座城市 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火车上有位不同体型的动物 设计的专属车门 进城后有吹干体毛的吹风机 小个子的仓鼠有交通小管道 大高个长颈鹿也不用担心拿不到果汁 不同习性不同体型的动物 在这里都能过上分门别类的精致小日子 这样的城市规划 人类大概也要自愧不如吧 好看 好看 人天在哪看 我以前那种人都很萌 都很萌 对对很小 我爱你的髮型 谢谢 有冰雪世界 然后森林世界 然后很美很美画面 就很壮观的感觉 娱乐牧场上海采访报道 2016